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来到江西的乐平 也是过来 看一个 地理人体随机上的经典作品 这个作品 应该算经典中的经典 它就是 木婴的祖坟 梁虎相征行 这个地呢 当年国师廖金晶 还有武警轮 都有提过 当年明师梁瑶 也来这里考察 在前面渡口那里渡船 看到 牧师仙人 在那里撑船 他就测牧师仙人 有没有这个福分 结果牧师仙人 就在地上写了一个 一字 梁瑶就看到 一字在头上 就变成一个王子 他知道这个地是出王侯的 结果 他就把这个地 点给了 木婴的祖先 梁瑶当年 客营 这个地 先松后吉 30年后再发 现在我们就从 先松后吉这里说起 它这个地 后面的来龙是非常好的 这一点古书也是 很多名典都是这么说的 但是来到这里 他就起了这个 凹脑的天才心 来到这里 山镇 心松 沙麦也是很模糊 来到这里 这个蟹也是很丑的 就 左边 起了一个石头 右边也是 有个石头 来到这里 变成一个 窩蟹 刚刚好可以放下衣冠 面前的 原存水 清洩 后面没有叶山 两边的龙虎沙飞 高昂 但是还是有情的 他这里呢 有很多 不欲熟眼的地方 但是也有很多 好看的地方 大家现在都可以看到 面前的大江水 从存方 直接流到 五方 然后龟 这边的 深方出去 还有 还有 深方这边的 水口 这个 这个蟹也是非常杂户有力的 它是从千里来龙 来到这里 这个水口这里拱位 这个地呢 说来是话很长的 也不能一一解说给大家听 大家呢 等一下就可以参考我的视频 及和地理人籍 税局上的介绍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评论一下 这里先谢谢大家 现在 来跟大家补充一点 木鹰这个祖坟已经 可能经过文革 或者之前已经给毁坏了 没有颜值 现在我们过来看到 只有很多砖头在 在这里 还有现在拍所看到的 面前的潮山 就是新风也是非常好的 就是 因为天气的原因比较模糊 等一下用无人机拍的比较清楚 给大家 欣赏 谢谢 谢谢 我 我 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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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